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天三层的施工速度完成高达57层摩天楼的基础建设 这简直就和变魔术一样的 据数据分析表明 中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填海造陆的面积是其他国家40年成果的17倍左右 换算下来 所有国家加起来和中国的施工效率还差400多倍 这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其实中国开发人工岛的总面积并没有多少 只是从速度上会给人一种错觉 然而 这所有的功劳就归咎于全亚洲最大的吹杀填海神器天津号挖泥船 这周总长127.5米 型宽22米 吃水深达6米的庞然大物 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 每小时的绝境效率高达4500平方米 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面积 沙子 黏土 碎石 都在其作业范围之内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10年时间内 从全球第五直冲世界第一 是一位中国有先见之名 尽管有60%的疏通市场份额掌握在美国手中 中国从没有小看挖泥船的发展潜力 而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100余项技术进行优化 在20世纪初 中国挖泥船的挖泥能力只有3亿立方米 到2008年 中国总挖泥能力可达9亿立方米 跃居世界第一水平 而这从头到尾才花了10年时间 有网友分析称 在外国人眼里 基建狂魔的印象总是会给他们一种中国工人被剥削压榨的思维定制 中国工人工作拼命不假 但每当他们可以预见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 整个世界会因他们而改变 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 还能获得相应的回报 这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此外 中国不向其他国家图有其表 为自己的懒惰以及不作为找遍借口 相反 中国不仅在基建领域 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在拼尽全力 一旦中国人决定了要达成某个目标 最好不要怀疑他们 今年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号哨所 回复雪人了解详情